观音天大视野论财富人生 大家好 我是百年 因为在炫富的时候 自曝家中担当公职人员的长辈 摊了九位数 并且辱骂网民是韭菜和剑厨 3月份 一个ID名为北极鲶鱼的人 曾引爆互联网一论 大家纷纷要求对北极鲶鱼 口中的长辈进行调查 时隔半年 北极鲶鱼事件终于有了初步说法 10月10号 深圳纪委发布了关于 北极鲶鱼爷爷中某被开除党籍 并没收违法所得的通报 这份处理结果怎么样 咱们先按下不表 首先整个处理的过程 就非常值得深思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 在等待事件通报的这半年里 虽然互联网是渐渐过了热度 民间也没了声音 但是我们的官媒 却在不断的就事重提 并且接力向深圳有关部门 发出问询 试图把话题是重新炒热 这在反腐的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这是一条明线 与此同时 一场国家级的重磅会议召开 宣告我们的反腐工作是进入了新阶段 而北极鲶鱼的事件 能够得到初步的处理 就是这场会议的衍生结果 这是一条暗线 明暗两条线相互结合 意味着18大以来的国家的反腐风暴 已经全面升级 北极鲶鱼能够得到处理 我们的官媒是功不可没 百年梳理一下 三月份事件发酵以来的时间线 首先 虽然是当初有关部门 很快表示介入调查 但是不得不说 通报出来的是比较慢的 对比同样出于炫富 引起公愤的江西周公子事件 江西纪委一周之内就出了通报 其在交通部门工作的长辈被停职 其父母的职业信息和家庭财产情况也被公开 而在深圳这边 任何信息都没有披露 不得不让民间舆论质疑 这件事是不是拖着拖着就黄了 试图以沉默 或者说敷衍了事应对社会关注 等待风头过去的案例不是没有 比如说同样是热点事件的江西 鼠头鸭脖事件 当地事监局的第一份通报就是 食堂质量品质没有问题 这是压迫不是树头 要不是后面省级部门介入调查 揭开真相 这件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 幸运的是北京鲤鱼这个事 想要过去没那么容易 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的官媒是接连下场 追问深圳有关部门 首先是4月25号 河南日报旗下的顶端新闻 率先向深圳有关方面发起问询 此后6月29号陕西华商报再度提及此事 8月25号 安徽日报旗下大晚新闻 第三次致电深圳纪委 最后是9月10号 有网友晒出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不予公开的答复函之后 新华社中新社等国家级的媒体是纷纷的下场 就此事发表了评论 不予公开 难以负重 最后是深圳有关方面的事最终同意 在15个工作日内公布调查结果 并在承诺期的最后一天 10月10号进行了通报 我们必须要承认 虽然有关部门调查案件 客观上存在难度需要时间 但煞无庸置疑 今天通报能够出来 与我们媒体一次又一次的紧追不舍脱不开干系 增大了有关方面办案的紧迫性 那么进一步我们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媒体们是一次又一次的紧追不舍呢 当然你可以说 媒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是他们的天职 但是客观上 过了半年 本来事的热度已经没有了 追问相关部门又有可能得罪人 这属于吃里不讨好 为什么要干吃里不讨好的事呢 今年2月24号 国家纪委的一场重磅动员会 就可以给出我们答案 三会高层当时指出 要以最果断的行动 坚决查处两面人 坚决防止等下黑 刀日向己 主动说清问题 严肃认真 坚决清理门户 说白了 新一流的国家反腐 不只是查一般的官员腐败 还要清理纪检内部的蛀虫 像很多过去的反腐事件 办理起来遇到阻力的 或者说风头过去之后的 就没了声音 究竟是案情复杂 办起来需要时间 还是纪检官员 本身就是阻力呢 现在这些老案件 要是拿出来晒一晒洗一洗 按照官方的话来说 就是清仓起底 全面处置线索 想要靠拖字诀来 等着风头过去 门都没有 此后根据中国 纪检监察杂志透露 各纪纪检监察机关 对十八大以来的线索 进行了起底梳理 确保渐渐有着落 事事有结果 一大批纪检系统的内鬼 应声落马 8月23号中央纪委通报了 海南省巡视组 原副组长江苏省常州市 原常委等六人落马 8月25号再通报 河南省纪委 驻省公安厅 纪检组组长被调查 8月29号又一连通报了 包括海南省巡视组 原组长在内的五名内鬼 8月31号 再有吉林省水务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纪委书记等三名内鬼 宣告被查 这一通紧锣密鼓的通报下来 20天内至少有19名内鬼被查 而且内鬼级别 都是省管干部一列 足以看出来 这次反腐行动的力度 7月31号当时 国家纪委召开了第二次工作推进会 审市从2月份 开始近半年的内部整顿工作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全国纪检系统 共立案内鬼2482人 处分1647人 移送司法机关73人 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4人 县处级285人 所以看到这里 我们应该能够理解 为什么北极黏鱼事件 不断被旧事重提 这样是官媒代替国家 对深圳纪检系统的提醒和敲打 符合这一轮反腐的思路 北极黏鱼事件 迟迟没有调查结果 到底有什么内幕 为什么没有公布任何细节 为什么存在阻力 存不存在内鬼的行为 在官媒监督下 相关事件通报终于落地 而像北极黏鱼这样 曾经一时引起舆论 但是拖得久了 最后事件 渐渐没有声音的案件 大家能回忆起的还有不少 后面这些案件 都可能还要重新审视 总而来看 这一次国家反腐 重点在于 刀日向内和抓内鬼 标志着 十八大以来 咱们的反腐工作 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是给官员干部们立规矩 凡是违反法律党章 十八大后 拘不停手的 国家要严肃处理 到今天 规矩已成 反腐工作出有成效 我们可以看到 在吃穿用度 公费使用方面 官员干部们 已经受到了严格约束 比如百年 就从我公务员朋友 那里了解到 公务员和其子女结婚 婚礼酒席的参与人数 不得超过 200人20桌 现在普通家庭结婚 动辄就四五十桌 20桌哪里够 但是没办法 这是国家规定 为了防止 接婚礼 输送利益和扑偿浪费 公务员必须是遵守 但是规矩立了 不意味着 所有违反规矩的人 都会受到惩罚 或许也有一些人 一度逃避了惩罚 或者说 当初宣布调查 最后却是没有结果 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内鬼配合 所以国家的反腐 还要再深一层 就像筛子一样 第一遍粗筛过后 那些没有筛出来的蛀虫 我们还要第二遍进行细筛 再返回头来 北京盐鱼这件事 第一轮的通报 其实也有进一步深究之处 比如说 北京盐鱼爆筐 自己家里摊了九位数 真实数字到底有没有这么多 究竟是多少 再比如 通报当中 钟某多次串供 对抗组织调查 串供意味着也有其他同伙 那同伙有没有被调查 再比如 通报当中没有提到要将钟某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并且保留了二级科员退休待遇 这是否意味着钟某已经平安落地 触发力度是否过情 还是更多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这只是一份战时性的处理结果 公众的很多质疑还没有被揭开 包括新华社在内的诸多官媒看到第一份通报后 也并非完全满意 还在向有关部门进一步的追问 势必将带给相关方面压力 有助于事件的最终解决 所以北极粘鱼这件事大概率还没有完 而更长远来看 我们的反腐工作还要更进一层 达到第三阶段 那就是机制建设阶段 就像湖北日报旗下急目新闻所评论的 钟某的翻车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如果其孙女不这么嚣张 低调做人做事 他的伪计违法行为是否可以就此瞒天过海 所以我们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最终才能够实现自我发现问题 自我清洁的程度 而不是等着炫富的子女 小三情妇等自爆 这个机制 百年我认为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随着总结最新的腐败案例 及时堵住官员干部利用权力寻租 利益输送的新通道 让腐败分子想贪不能贪 这也是第一阶段 其次打破内鬼违法违纪干部的保护伞 杜绝即使犯了错 也可以通过搞关系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 这是第二阶段 最后就是要建立包括上级督导 群众线索 媒体舆论 大众数据在内的全方位 监督机制 在官员干部心中树立起 陌生手伸手必被抓的理念 这是第三阶段 巧合的是 就在北极黏鱼事件通报的当天 知名打架人王海举报 某国企向死人账户转账近6亿 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更巧合的是 这个事件发生在2007年 也就是北极黏鱼祖父 钟某退休的那一年 如果此事为真 那就意味着 我们的纪检系统和银行数据配合不完善 尽管它一定程度上 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但是一样需要今天的我们认真处理 反思总结 所以有关反腐的机制建设是任重道远 而这条路没有终点 我们永远都在路上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政经 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百年 我们下期见